我家裡最多人喜愛的菜式之一 蜜汁煮金蠔或蜜汁金蠔 其實不是朋友喜歡 是我的兒女很喜歡 但做這個很老實 最重要是什麼呢 什麼都假的 你的蠔要靚 即是你的金蠔要買得漂亮 雖然一年四季都吃到金蠔 因為可以擺冰箱 但當然不時不食 通常過完鹽之後 漂亮的金蠔或水準的 基本上都被人買光了 所以買到的一雪太久 而且在冰的時候 它冰過了 冰來了 會冰壞了 那件事你會見到很明顯的 就會好像有些地方 像硬了白了那些 全部都不能用 漂亮的金蠔很簡單的 你摸下去你覺得它是黏身的 黏手的 不是乾掉的 乾掉的是不可以的 還有你按下去 它裡面有沒有看到 它好像有些泡的樣子 證明它是肥的 它煎在上面的時候 裡面才會有軟的感覺 還有我聽過很多朋友說 又要蒸又要成 我告訴大家 我家裡煮菜 一個最重要的基本原則 快很準 即是快靚正 又要蒸又要成 又要成 我沒有的 當然買回來 我也是說過一句 你的蠔質素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的蠔質素是漂亮的 你看看 它不是黑色的 越深色的 已經變成蠔質素的 不可以的 那些真的要浸 我這個是不需要的 我告訴大家 你買回來 未吃著的確要放冰箱 但你吃之前 必須要徹底解凍 在雪櫃裡面四度解凍 再煎之前 拿出來室溫 我會做的是什麼呢 我會有乾淨的布 專用來處理食材 在這裡跟大家做示範 我會用濕的這些廚房紙 你要把整隻蠔 這樣擦乾淨 剛才我擦了一次 現在再擦給大家看 然後就放在一張乾淨的廚房紙上就可以了 至於有些人說 我會不會需要去撕掉這塊枕呢 我個人來說 我沒有辦法認同 是因為你一撕掉它 整隻蠔就爛了 第二 其實這個位置 有些人覺得硬硬嗎 我有些朋友最喜歡吃它 覺得它像帶子饒柱 所以我覺得完整 尤其是這個金蠔 如果我們過年 如果你是二頭菜 我當然要它完完整整 但這個菜 花了最多時間 就是剛才跟大家做講解 真正正正煎 是五至十分鐘之內的事 快到這樣的 所以如果現在你真的想做這個菜 我勸大家去快 或者去一些大一點的海味店 看看會不會還有機會買得到 否則再遲一點 我都不建議大家再買 因為可能是冷得很久 根本是不漂亮的貨 現在首先要做的就是燒紅了的鍋 我和大家說話之前 鍋已經燒了 這個油就不能用太少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雖然是煎 但我不是用炸的方法 但你也要有足夠的油去蓋到它一面 例如我放進去之後 這個整面也要有足夠的油去蓋住它 你才能煎得透 尤其是裙邊那些都要煎得透 有很多人說是否要蒸 又說要用薑蔥又說要出水 千萬不要 各思各法 或者有人會用這樣的方法 但我示範這就是我自己用的一個最簡單快捷的方法 不過說 最近不知為何我在Youtube頻道 我看回我自己的影片 有些朋友說我講話在串哪些做食物 又說我串哪些廚師 又或者什麼 我其實覺得每一個頻道 每一個煮菜的人 都有自己的那一套哲學 沒有說誰適合誰 誰不適合 我亦都從來沒有必要 亦都沒有意思去冒犯 或者你不適合我適合 我經常都說 正宗 什麼為之正宗 你又回答我 我回答不了 如果我真的串哪個 我會有型 但不是 大家不需要 我都說大家就算同行 也不用是迪國 大家示範不同的菜式煮菜式的方法 其實是各思各法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喜好 你覺得哪一個煮菜式的方法適合你 你就參考 我現在都經常看Youtube 我都經常看馬田 那小子是否懂得煮菜 我覺得他很有創意 還有他的東西很腌 兒子也有時跟我說 他說 媽媽 你說想煮菜式 馬田就煮了 我說 證明你媽媽都追得上 因為上次我介紹一個朋友做 他也是很喜歡吃 但經常都說很難煮 我教了他 他煮完之後很開心 就馬上發訊息 告訴我 超成功 他說 成功到不得了 原來真的這麼容易 我想跟大家說 剛才那個鍋的油溫比較高 如果你們是伸手上爐 你們不是這麼習慣 你們可以先用低一點的油溫開始 所以你看過為什麼 我沒有快鏡的 一直跟你們聊 其實金蠔已經煎到一片 為什麼會這麼快就會香 或者你見到它已經鑽色 是因為它本身曬乾的時候 它有海水 有鹽分 也有天然蠔 也有它本身的礦物質 和糖分在這裡 所以你一煎 它一預熱就會這樣香 其實它是脆的了 但是未夠透的 現在只有樣子 所以我剛才和大家聊天的時候 我都把油溫稍微調低 中油 我下蠔的時候 我也有一個我沒有跟大家說的 一個我做的技巧 就是我將蠔底 即是平的 我先下去 現在煎的 就是蠔 我們叫做肚的位置 即是脹腹腹的位置 而這個位置需要長一點時間 所以我教火慢一點 就在這裡慢慢煎香另外那邊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平的 所以它很快就完全受溫 但是這一邊 因為它是 有沒有看到 它是肚子的位置 所以這個 我就要再慢慢煎透 你需要多一點時間 這個有沒有看到 開始了 還有 每一個爐或每一個鍋 它都可能是某些位置受熱 所以你一邊煎的時候 就要去留意 真的很快 又怕你們會不會又怕 甚至熟不熟 蠔會不會不熟 現在我們是要煎到它香 一會兒我們用很簡單的三種材料 其實在一路收汁的過程裡面 它一定會熟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哇 香到 剛才我把煎蠔的紙 我都保持在這裡 我沒有拿走它 是因為一會兒我煎香了之後 我都會放在上面吸一吸油 哇 好脹筋筋 是不是很漂亮呢 是不是很想吃呢 不過煎這個 因為始終它是半生熟的東西 它裡面是有水分 所以大家要小心它蛋油 因為容易到不得了 當你想起 外面吃了一碟金蠔 周年不知多少錢 只有那幾隻 還要蠔未必好吃 我覺得在家製作真正太多 煎好之後 我們看到油 那個鍋裡面 還會有分些油 還有這些剩餘 其實是蠔 這些其實是沒事的東西 因為它這些都是蠔 可能是那些脫出來的 還有那些是蠔汁 即是一邊煎它的時候 它是蠔汁來的 那我就不拿走 但如果大家想它靚仔 你不喜歡的 那你可以將這些東西 可以用這個抹手指拿走 現在剩下的油 就不要浪費 如果你覺得多 我不用用那麼多油 一會兒 我覺得它油多 你可以倒起它 然後我就會將蠔放進去 現在要做的是什麼呢 我這裡就燒興酒 蘸酒 蘸了燒興酒之後 蠔本身是已經有鮮味 亦都有它本身的天然鹹味 但我們想它比較香 我就加一點點頭抽 最後我會下的蜜糖 我用一點水 因為我找到蜜糖 我沒有用那些漂亮的蜜糖 不是那些白花蜜 但因為蜜糖已經去到底部 比較稠 所以我特意加一點水 開稀 然後我都會下的 你不要看我下這麼大碗 我不知道蜜糖有多甜 還有我這個是開了水 所以看起來好像很多 但實際上它又不是那麼甜 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等收汁 在收汁的過程我可以調大一點 收到差不多汁開始乾 我又可以慢一點 現在的火是收到中 可以中慢火 都是這樣 如果大家不像我那樣煮 其實火會慢一點 讓它收久一點就可以 但是因為這裡 第一我熟 第二我拍 我就希望可以快些搞定它 如果你們 為什麼呢 因為一路煮的過程 如果火太大焦了 就浪費了 你看到汁開始越來越稠 現在我就再試一試多一次味 很好吃 很多人都會說 如果阿神姐 你沒有用薑蔥出水 又說不讓薑蔥拌 那些東西會不會腥 蠔本身呢 因為始終它都是海產 我剛剛有個朋友 跟我說 她老公吃什麼海產 都說腥的 但它的腥是因為它 不新鮮而有的腥味 還是原本的蠔的鮮味 基本上你的蠔漂亮 根本沒有這個問題 但如果你的蠔不漂亮 你怎樣煮都不好吃 而且如果你煮到它 說是這麼薄 用薑蔥蓉水 煮到那個蠔已經淋身 削了身 那隻蠔咬下去都不好吃 你去到這裡 你有兩個做法 一 我就上碟 你可以不要汁 第二 就是你繼續慢慢火煮 或者我先夾上碟 然後再用慢 再等它再煮稠 一點點 再放上去 都可以 或者你想著我不是馬上吃 我一會兒才有朋友來 我才再翻熱 你現在都可以收 不過剛才我都試了 我今天的金蠔也偏甜 因為我用的蜜糖也多 所以如果你覺得 好像阿神姐一樣 煮菜會有失手 大家不用擔心 那你就淋多幾滴醬油 下去跳一跳 鮮味 問題不大 好了 那我煮回去 滾它 因為我家裡 有另一個特色 就是我家裡 大小一點 很喜歡吃偏甜的食物 所以我就不再淋少少的醬油 如果大家在家裡 你們喜歡 是不喜歡那麼甜的 喜歡是 有點鮮 你可以覺得太甜 就放一點醬油 就可以了 一如既往我擺盤是不漂亮的 所以我現在都是盡人事 就是這樣 大家都有沒有看到 這單刀 事實上是 因為我都說我擺盤是不漂亮的 稍後會擺盤是不漂亮的 才再給大家看 大家看到 這個就是我剛才做的版本 不過是靚仔的版本 我都說我擺盤是不厲害的 但這樣擺盤是否很漂亮呢 還有你有沒有發覺 這樣也不會掉下來 原因是什麼 因為糖一凍了 它硬身是會黏住的 所以這個吃上來的時候 是真的好吃的 即是否過年也好 其實只要你買到金號的話 其實都可以試的 不過都是那句 不時不食 有食 趁手 有錢 我們剛才知道 你沒有是不禁止 我們會唱 你不要花鐵 你不知道 你不願意 你在嘅裡 我一直想要 你以為你 你不願意